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介绍一部胆小鬼,靠着一张嘴成为黑白两道大哥的故事 男主名为崔义贤,是海关部门的一位客员 平常跟着客里四名成员查获一些非法走私物品 从管理的手中捞取回扣,过着沾沾自习的小日子 这天,几个人照旧收了一大批走私品 当他们赶到局里,却发现其他部门的人全部被抓走 戏长告诉他们,现在,上面有严查贪污受贿 所以,最近要低调点,不要做出出格的事情来 崔义贤,他们收到的走私品各式各样 有家用电器,名贵手表,韩元,美元,现金,啥都有 每次贪污之后,他们都会将赃物平分 这种事情,众人皆知,所有人都这么玩 晚上,他妹妹带着男友小金前来拜访 身为哥哥的他,一家屋口急得狭小的房间生活 本来就贫困,还吹嘘自己是庆州崔氏中公裂派 家族有很多大人物 主动把家里的存折送给了小金,让他们置办婚房用 媳妇受不了打脸充胖子,哭着跑了出去 第二天,戏长带着其他几个人在酒馆等着崔义贤 上级严查贪污受贿的问题 要求每个部门交出一只替罪羊 戏长并没有让大家抽签,而是哪家孩子最少 换而言之,替罪羊大家已经商量好是崔义贤 虽然不情愿,但毕竟官大一级压死人 当天晚上值夜班,他和一名同事发现了窃贼 两名男子偷偷地打开机砖箱的柜子 崔义贤的出现吓走了他们 带着疑惑,他俩打开后发现 里面竟然藏着两大包毒品 他和同事合计,反正都要被开除 不如趁机拿着两包东西卖掉,换一大笔安家费 反复考虑后,同事碰巧认识一位黑道大哥 约定好时间,第二天见面,详谈交易的事情 对方黑帮大哥名为崔义贤 是当地比较大的一个帮派首领 他们开车来到一个拼屁的乡下 崔义贤谨慎地念完货,答应 他负责交易,赚的钱,对半评分 坐对面崔义贤却只顾着喝酒 不一会儿就开始犯迷惑 和黑道大哥开始谈资论贝 声称,他是庆州、崔氏、中宫猎派35代孙 而崔义贤是庆州、崔氏、中宫猎派39代孙 按照家族辈分牌 崔义贤的老爸都要喊崔义贤爷爷 张着酒劲,他竟然对黑道大哥出言不逊 还打算让人家行大礼 崔义贤的亲信手下飘唱语 领出去把他暴揍了一顿 几杯马尿就让你不知道天高地厚 但是身为家中的长辈 崔义贤不懂规矩 只能找到你的老爸了 于是乎,第二天 崔义贤和自己的老爸双双跪在人家面前 以后还要称呼人家为大富 你说委屈不委屈 为了方便解释 将他们暂且称呼为大崔和小崔 有了大崔的这番攀亲折腾 小崔不得不和他一起合作 晚上,两个人来到一间酒馆喝酒 接着几杯酒 大崔又开始胡言乱语 不过,现在的小崔没有把他怎么样 毕竟有自己的老爸压着 大崔更是狐假虎卫 竟然给嫖娼于小费 更是让他搀扶着上厕所 碰巧的是 他遇到了海关的系长 聊天中 把大崔嘲笑个底朝天 现在有了小崔的后台 大崔站着黑帮 把系长抱走了一顿 此次事件后 大崔就像变了人 走路都趾高气昂 和大哥级人物整天混迹在一起 靠着小崔赚到了很多钱 带着家人住到了大房子 等他再次出现 高级轿车 高级皮鞋 西装革履 带着眼镜 下车都有小弟在一旁点头哈腰 大崔已经把自己当做了黑道大哥 出门溜达都要带上几个小弟装门面 之前他偶遇到了一位开地厅的许社长 当看到大崔成为黑道大哥 他把最近的烦心事说了出来 他所经营的地厅 人流量很大 赚的钱也很多 可是作为股东的一位女老板 非要找什么看场子的人 也就是当地小崔的敌对帮派 金班虎 有了他的加入 低厅的钱全部被拿走 他希望大崔可以提供帮助 解决掉金班虎的势力 小崔和金班虎当年都是一个帮派出来的 后来才自己打拼成为了大哥人物 他虽然想要吞掉金班虎的地盘 但是必须有合理的理由才行 商量过后 大崔决定亲自冒险尝试 他带上了自称是高手的跆拳道金师傅 约见低厅的所有股东见面会谈 说是要从低厅的收入中分一杯羹 仅仅带了一个手下就赶来猖狂 免不了遭到人家小弟的胖揍 果然两个人被揪着头发扔出了大门 这正是大崔的计划一部分 他身为小崔的大副 打了他也就有正当抢地盘的名分 旁边的酒馆 小崔的人马早就准备妥当 医生令下 把金班虎的场子砸个稀巴烂 正如他所说 打架这种事 他还从来没有怕过谁 几下就把金班虎的手下 收拾得服服帖帖 他答应金班虎 给他退休金 让他离开这家厂子 谁知金班虎宁死不去 遭到了小村的一顿教训 在小崔的黑道真诚观中 就应该是打打杀杀 一言不合就是干 就算受伤也是应该的 不会报警处理 可是由于他下手比较狠毒 金班虎在医院躺了几个月 低厅原来女老板的手下 全部被换掉 导致女老板没有一点油水可捞 所以他找到了警方的关系 要与涉黑暴力将他们打击掉 小崔十分黑道 从心底就惧怕穿制服的人 而大崔不同 他原来就是体制内的人 很了解官方的交集套路 再加上自己的人脉 他一点都不惧怕抓他的警员 要让所长出面见自己 所以大崔靠着人脉并没有被拘捕 他告诉小崔 暂时不要轻举妄动 他会找人把他捞出来 回到家 便开始翻阅一本厚厚的租谱 找寻可以依靠到的有权利租人 通过多方打天和金钱的走动 总窜找到了一位 十寸亲戚的检察官人物 一番电话过去 连所长都要跟着挨骂 小崔第二天便被放了出来 作为回报 大崔送给检察官三只金蝉 每名契约为报恩 实则受贿 如果没有大崔的帮助 小崔是没有任何办法逃出来的 对他是感激不尽 痛哭流涕 接下来 两个人趁着奥运会 和日本组织结交关系 小崔负责牵头 大崔负责人脉审批程序 正大光明地开办了一家赌博场所 为了感激 日本方面负责人 送给大崔一把小手枪 和官员高层吃饭时 小崔打招呼 只是点了下头 大崔斥责他 要90度弯腰才行 显然可以看得出来 小崔并不适合在场面上混 只适合见不得人的打打杀杀 随着两人之间的合作 小崔帮派的势力急速扩张 一度成为当地黑白两刀的霸主 大崔的手下金师傅 也跟着加入了黑刀 负责管理许社长经营的低厅 这天帮派出了1500万 让朴章宇请明星演唱 最后来的竟然是一个冒牌货 金师傅找到他 质问钱是不是被他给撕吞了 想要分脏点 朴章宇作为黑帮的二把手 根本不把金师傅放在眼里 拿起酒瓶就敲了过去 然后开心的去唱歌 大崔知道自己的人被打后 打算要教训朴章宇 但他并不知道 他过于高估自己在帮派的地位 朴章宇只对小崔为命是从 如果不是小崔出来教训他 大崔很有可能被他反杀 小崔告诉他 他的人以后有事 只有他自己可以教训 换而言之就是告诉大崔 我的人你没有权力动 他们的赌博生意风生水起 另一边的金班虎很失落魄 为防止金班虎前来报复 帮派手下全副武装聚集在一起 在当时时代背景下 上层已经开始清理黑帮分子 他们还如此光明正大地 拒这么多人 被抓到后肯定完蛋 大崔因为这件事情和小崔大吵了一架 同时他也知道他真实的地位 他单独约见了金班虎 商量让两个人和解 一起做一番大事业 抛弃打打杀的黑帮生活 洗白成为一名生意人 合作达到处一个垄断的商业集团 他承诺给金班虎 如果能够放弃报复 未来会给他商业机会 金班虎却想着让大崔背叛小崔 跟他一起合作 晚上趁着游行的队伍 小崔被金班虎的手下重伤 腹部被捅了两刀 住进了医院 根据手下的报告 他猜测很有可能是大崔出卖了他 派自己的手下将他带到荒郊野外 暴揍了一顿 脱光了针金的土坑里 吓唬要埋了 当年帮助他壮大势力的大恩 全部被抛之脑后 他尽力找到小崔 解释自己并没有背叛他 但小崔并不相信 警告他 再也不要踏进黑帮这个圈子 手上的赌博尝所股份 全部会出钱买下来 一天之间 大崔从K道大哥的位置掉了下来 尝到甜头的他 怎么会就这样轻易引退 于是和金班虎搅和在一起 做着同样的黑道生意 不过好景不长 当时高层派遣了曹范锡 负责打黑的事情 一时间 所有的黑帮小成员 均被抓获 除了几个大哥侥幸逃脱 金班虎暂时躲了起来 大崔拿着手上的电话本 信誓旦旦地告诉他 有了这个本 他们就不会完蛋 通过各种关系 总算找到了曹范锡的前辈 好不容易凑齐了一次饭局 没想到 曹范锡并不认同大崔 他告诉大崔 我说你是混混 你就是混混 不要以为认识几个官方人 就把自己的本来地位忘记了 遇到这么强势的人 他和金班虎同时被抓了起来 金班虎认为 是大崔出卖了他 事实确实 好像就是这样的 为了能让自己减轻罪行 他终于找到曹范锡喜欢的方面 那就是 抓捕最大帮派的 头号人物 小崔 打黑期间 小崔得到消息后 躲了起来 如果他想要逃到国外 就需要假的护照 所以只能联系有人埋的大崔 趁此机会 大崔再次获得他的信任感 然后和警方合作 半路抓捕了小崔 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 尽管大崔中了两刀 但也算是再次活了下来 只要活着 他就能接着玩 作为打黑的功臣 曹范锡得到了表彰和升职 这些荣誉 离不开大崔的帮助 事情结束后 曹范锡参加前辈的饭局 大崔正好也在 这说明 大崔把罪名拖得一干二净 曹范锡利用大崔 打黑成功 得到了升职 同时通过他的高层人脉 让自己在体制内 更上一层楼 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共同的利益 才会走在一起 多年后 大崔的儿子 考上了检察官的职位 以最优异的成绩 得到了学校的表彰 电影的最后 大崔孙子的百日宴上 随着一生熟悉的大父 而高中 电影到此也告一段落 本片是根据韩国 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 掺杂了很多时代背景因素 大崔这样的人 正是遇到了时代机遇 才能够在黑白两刀之间 相互周旋 当时时代背景下 高层 有些事情不方便出面 才会让黑道横行 作为打手 他们永远都是打手 打人的权利是上面给的 所以他们也可以收回 当不再需要打手的时候 就开始找人清理 曹范熙充当的就是清理工作 他需要打黑来升职 大崔需要让自己洗白活下来 于是 打黑的和大崔又有利益往来 大崔本来是一个小人物 凭借着机遇 平步青云 但是 他忽略了自己的地位 过于自大 曹范熙的出现让他知道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你始终不过别人面前的一颗棋子 只要按照游戏的规则 你不会有任何麻烦 如果你非要把自己和仰你的人 其间 那肯定会被揍 第一次 因为把自己当作和小崔一样的地位 遭到了小崔的教训 第二次 因为曹范熙 黑白两道 同时得了教训 让他深刻明白 自己真实的位置 既然你是棋子 就该做该做的事就好 最终 他知道 最有权力的人 就是曹范熙他们 所以 他让自己的儿子 虎毒 靠近权力中心 不再像他一样做棋子 而成为下棋的人 电影的最后 小崔是来报复还是庆祝 我认为是庆祝 最后的片段 饭桌上的人 看到他还看心地打招呼 金师傅看到他 也很平常 说明 小崔他们经常在一起 当年小崔被抓 依靠自己的人脉 救出来他 根本不是问题 当时大黑很厉害 只是时代趋势 过了大黑风头 有谁还会记得 小崔这个人物 到时候 捞出来多简单 再出来 小崔的势力 基本上已经被灭得差不多 想要东山再起 他需要大崔的人脉和势力 所以 被放出来后 一直跟随着大崔 以上就是我对这部电影的 分析和看法 当然 电影的解释 可能有多种的 本片名为 与犯罪的战争 坏家伙的全盛时代 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热血动作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